南投县好山好水好好玩 最近民众除了赏银之外 位于台十四县 普里观音三号隧道附近的镇山宫旁 南平山稻田生态有机农场 园区栽种数百棵席叶藤 二月份开满紫色的花朵 吸引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漂亮吗?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漂亮哦 看起来 漂亮 漂亮哦 啊转工来哦 是啊 啊你敢担保你吃 不是 我们担保了 人的FV都在泡了 哦 你们就转工串来 水到我们这边 我们来 转工串 南平山 园区大部分都是20年树林的席叶藤 园主陈兴豪近年补植上百株 树林五年以上的席叶藤 环绕园区的散化步道达300多公尺 加上用心管理 每年有两次的花旗 在我身后我们这条隧道呢 就是我们农场的席叶藤的花隧道 那它每年呢 会在一月份或者是在二月份开花 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是旱季的关系 所以它今年花开得很不错 因为气候的影响 今年花期延后三个星期 园区停车位不多 加上配合防疫分流的关系 园主建议游客可以预约赏花 避免人挤人 赏花呢可能是大概太阳出来之后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如果有远一点的朋友 你们可以早一点来 那但是如果近的朋友 大概就错开时间 可能九点过后啦 或者是在太阳下山之前 这差不多在五点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拍花最好的时候 除了欣赏紫色花铺 农场温室种植的无毒蔬果 以及在地农特产 欢迎游客采购 记者发行困难头线采访报道